歡迎收看阿倫開箱 就來開箱分享BOLTO目留人傳的漩渦名人 也就是當霸的名人 NARUTO UZUMAKI BOLTO版本 KIZNA RELATION 一樣是這個半系列 羈絆系列KIZNA 後面有一個簡單的說明 這個運輸箱沒什麼好看的 直接看內裝 該有的宣誓保護 我們直接野蠻的方式 一如以往的ZERO包裝方式 側面非常帥氣的酒喇嘛 有點看不太出來 後面的話呢 可以跟BOLTO做一個聯名搭配 那當然接下來非常期待的主著 也可以做一個呼應 頂部看一下 一個簡單帥氣的水墨 底部的話呢 就是一個合體的照片 整體就是採用這種金色的色澤 這種色系 也不囉嗦看內容 好的看到本體 說實在其實蠻帥的 整體看到這個金黃色的造型 可以看一下 簡單的365 跟這個酒喇嘛的搭配 就是它的這個金色的呈現效果 其實非常的不錯 首先當然一定要看面相 ZERO的面相 早就已經放棄了 真的吃的是一個場景感 跟整體的人物還原而已 以面相來講的話 這個名人就是 也不知道怎麼形容 頭髮做得很不錯 可以看到頭髮的漸層真的很不錯 但面相真的就是 沒有辦法到很還原 該有的塗裝其實都有顧慮到的 甚至你看到他眼睛的這個 十字形的狀態 都有刻畫出來 非常的精緻 再來看到胸前的一些勾玉的塗裝 也還OK齁 那肚子的這一圈 延伸到腳步 背部的這個 漸層色呈現 還有底部 這個底部衣服內裡 有點透一種很深的很深的咖啡色 那基本上他的手就是透明的 可以看到他這個完全透明的狀態 另外一隻手也是 硬要說的話 這個角度還勉強可以還原 再來就九尾的部分 九尾蠻可愛又蠻帥氣的 可以看到他的這個造型 雙眼也是透明的 可以看到這種光澤透明感 鼻子的呈現 還有到他這個舌頭 還有牙齒的一些刻痕都有呈現出來 看一下上顎 有沒有看到上顎的這種 但他表面的這一個 毛的紋路、紋理還是有 刻畫的 側面看起來就是這樣 其實蠻帥的 從另外一邊的角度可以看到他完整的 口腔打開了髒嘴的狀態 那這個九尾蠻的 耳朵 非常的可愛 從裡面延伸出來 有淡淡的這個黑色塗裝 當然可以很明顯看到他另外一半部 就是做銷進去的這個處理 可以看到這一半部非常明顯 就是為了要跟另外一邊的角色做搭配 但我個人就沒有入手 堡路頭了 這個是右腳的銜接處 因為是透明的 所以在這個固定的地方 難免會看到一些 不過這個沒有很大的影響 這個沒有很大的影響 但是我還是會看到 想看 我現在是在這個方向 要跟剛好 會有兩次的 還有一個 按鈕 讓你們看一下透光的程度 這邊有準備一個高爆量手電筒 整個身體都透明的狀態 頭這樣照還蠻屌的 這硬要說的話這個ZERO就是一般般的水準 因為它的特效也不是特別的誇張 或是從來沒有經過的造型 它就是一個BOLUTO的名人做一個還原 那其實該有顧慮到的還是有顧到 那只是在ZERO面雕的呈現 尤其還原人者我真的覺得差強人意 不過接下來非常期待佐助 我就可以做一個大合體 想必是非常的帥氣 那今天的開箱影片就介紹到這邊 喜歡的朋友來給按個節目訂閱我的頻道 出去囉